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是不现实的 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才能控制得好 第一要点 戒烟酒 别吃太咸 别吃太多肥腻煎炸的东西 像肥肉 猪油 猪皮 奶油 要多吃含豐富维他命C高纤维的蔬菜碎果 第二要坚持运动 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 不是别人做那么剧烈 你不管自己是否承担得起又去做 反而适得其反 会伤害自己的 最好在医生的建议下 选选适合你的做 可以选择快步行 慢跑 或者踩单车游泳 举啞铃这些运动 但是不可以一步十寒 要持之以行 保证每个礼拜有150分钟才足够 你可以每个礼拜是隔日做 每次30分钟以上 那就最好了 第三点就是要遵照医生的祝福 控制好你的血压 血糖 血脂 这个很重要的 那这三方面大家可以在日常里面 自己用个血压机去量你的血压 你会在我的播放清单血压那里 有详细介绍的 血糖当然可以自己去诊所 验血 或者每天自己刺一下手指 而血脂方面就真的要验血 看下你的胆鼓唇方面才知道它的资料 所以要控制得好 一定要时时都去验一下血 看下指数如何 至于考康科医生方面 他提议应该怎么做呢 有很多要注意的 就是一天最少要早晚拆牙两次 选择有肤的牙膏 有些人他的牙肉特别敏感 也有特别的牙膏适应 所以你要见牙科医生 看下你适应用什么牙膏 如果是口腔完全正常的 用含糊的牙膏就可以了 第二样东西 如果你食食物很容易黏在牙蜡里 你一定要学会用牙线清除它 第三 最好有一个养成 吃完之后就用清水朗下口的习惯 不可以天天都带着牙策周围去 这个清水朗下口是方便很多 第四 如果你的牙齿已经需要见医生去处理 要摸或者补的 一定要尽早去做好 补好它 否则周围的牙齿因为这样就会受到影响 要加快这个老化和损坏 第五 一定每年去见牙科医生 检查一下口腔的卫生和清理一下牙齿检查 半年要进行一次 这是牙科医生的提议 我有两样和大家加上去的 如果可能你用椰油瘦口 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将口腔里面 柔溶性的细菌都带走 第七 时时都扣齿 一千下一日 连续性的 可以减少牙痛和坚固在牙齿 这个可以在我已经常传的播放清单 椰油瘦口和扣齿治牙痛 找回这两个就更加详细的资料 另外就是耳鼻喉科医生的建议 他说听觉下降 很多老年人都会有的 有些完全听不得到 那怎么办呢 你一定要保护耳朵的听觉 首先不要让声音和噪音伤害得到你 太响的音乐就会伤害听觉的细胞 而它是死了之后 细胞是不会再有生长出来的机会的 所以不可以太响亮的声音 长期使用耳机 又是会影响损伤你的听力的 第二样东西 就要控制好血糖、血压 这方面如果差的话 是会影响听力相关的血管 因为血糖、血压是控制差的时候 就会导致耳聋的患者真的很多 所以千万不要成为其中之一员 第三点 真的听不到的时候 需要检查 医生说你要用这个助听器 那你就不要拖延 不带这个助听器 因为生活上很多不方便之外 还会影响你的心里 觉得有恐惧 还有一个不安 所以这里 都是其他三位 专科医生的建议 另一科要加给大家的 就是眼科 因为老人家到老的时候 眼的视力真的会变差了 那些度数可能会深了 或者是平时没有度数的 现在都会有 同时你可能会有青光 黄斑 这个老人的白内障 都会有的 那在各方面 大家如果每年去做一次这个检查 就会知道了 如果真的有黄斑 或者是白内障 就要去那个眼的专科医生 和你做手术 那平时呢 最好戴太阳眼镜 遮住这个紫外线的时候 就会延换你的白内障的情况出现了 以上这些都是各科 专科医生的提议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他们的要求 我们各方面的器官的衰老情形 可以延换 我们就可以活得更加健康了 的 是 是 的 是 是 的 是 是